我真的不太明白 為什麼要say這些東西 就一直吃就好啦 我就好像阿忠 就一直給我們一些什麼 就要這樣那樣 你看 他明明就買了 我馬上就可以吃 然後還要say說 我站在這裡 然後不期而遇 然後吃這個 就沒有不期而遇 欸 怎麼會在這裡 好巧喔 你怎麼會在這裡 欸 你看 啊 妳還買這一家的東西吃啊 對啊 嗯 太巧了 太巧了 對 沒有跟我說你很會帶 大家都不知道的一些秘境的美食 我自己覺得我蠻會帶的啊 而且我每次看到他那個 小朋友來這邊附近那個碗啊 拍的那些照片 我都 哇 我們下次自己約嗎 下次自己約啊 對啊 這麼多 我只有一個人是同一張照片 那真的不難嗎 還沒啦 我就是 為了要來參加 他就這一次的活動 我減肥了很久了 為什麼要減肥 因為過年時間真的胖很多 我有時候覺得 最 最受不了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女生 明明就是 看起來就是很瘦的樣子 但是 三不五時 就一直狼著要減肥 然後你跟他說 不會你真的看起來很瘦 然後他們就說 你不懂啦 對啊 你不懂啦 因為我還是有羞恥性啦 不是大家對於這個胖瘦的定義 實在太那個 我並沒有小吃啦 我只是 對 只是小吃 好 控制一下 只是小吃 也有交代說 那個 內容 不要一直在吃東西 所以我們就 怎麼樣 真的很好吃 對啊 柳洛英最新專輯 各自安好 你有聽整張嗎 我聽完整張了 好聽嗎 我很喜歡 我如果這樣問他會說不好聽嗎 沒有沒有 我坦白講 在業界裡面我也算 這時候還拿這個出來 你會不會太刻意而已 對啊 不曉得為什麼電教這個東西 對 不曉得電教 明明就工作人員自己拿出來 還自己說電教誰好 你們真的是很鳥的綜藝人 你看前面 這樣有沒有像微笑 好久沒有用底片機喔 這幾年就是 大家會開始流行 聽黑膠 對 然後 忽然又開始變錄音膽 對 然後 拍照這件事情 也是 就當大家手上都有 手機可以拍照之後 忽然有些人會開始 懷念數位像 不 懷念那個 底片機 對 小時候你覺得習以為常的東西 後來時代不一樣 然後 突然這幾年 大家又 又變回來了 這樣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這種 對 這種氣氛的東西也是 我希望他們對於人的喜歡 也是喜歡 就是 以前的 這樣我們就有機會 對我們就有機會 不然 就不要一直都 一直要跟 追星 真的 一直要跟後浪那邊比來比去 真的有夠累的 其實生活的美感 我覺得是從很多很微小的東西 堆疊跟累積起來 那他就是不管是 他的自己的生活 或者對他的工作 或者對他的唱片 就真的是一個 對細節極其之要求的人 所以 在這些東西的方面 他當然就會 很有 他自己的 感覺跟想法 也會特別的珍惜